2017年8月4日 一只熊猫幼崽在博尔勒动物园出生 这是首只在法国诞生的大熊猫 它的到来让大家激动不已 它出生白日时 大家组织了隆重的命名仪式 迷你园崽被命名为园梦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久 陈杨迪也在2023年回到了中国 晚安 nonetheless 晚安 shortages 晚安 我不走 착 因为我住在这儿 半了半时 我们 کล簡变 我们到来是 brushed 后来是言ves 我们到来 我们可不得确 然后我们回来 我们已经在三年 언?? 我们我有时候贪围的地方 来 Once's Also's 我感到很感激烈的看到他们跑 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小丝 我认为我们是来到两次 我们是来到三次 我们是来到每次的看一遍 所以我们是来到最高的 我们是来到最高的祝福 所以我们来到最高的祝福 所以我们是来到最高的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